1月29日下午,武汉市飞科医院四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康复出院 其中包括一名泰国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该患者李女士,今年61岁 走出该院仁济楼大楼后,她显得格外高兴 李女士称,不管是在泰国还是在武汉 医护人员耐心细致地照顾都给了她莫大安慰 我要感谢他们啊,感谢他们无私的风险,细心的着了我 真的啊,没有他们,我真的还是那肯定慢一些 恢复肯定是要恢复,但是慢一些,是不是的 哎呀,我到这儿来了,我心情蛮虚长 1月8日,家住武汉市桥口区的李女士和家人 按照事先计划乘飞机前往泰国度假 却没想到这趟刚刚开始的旅行 在进入曼谷机场的那一刻就宣告了结束 我下了12点多钟,12点慢钟的飞机到达了泰国,曼谷 在泰国经过11天隔离治疗,李女士体温正常 从泰国返回武汉,在武汉市肺科医院检查时 医生发现她肺部仍有少量病灶 当即要求她再次入院继续进行抗病毒,吸氧及营养支持等治疗 随后,连续两次核酸检测均呈阴性 经专家组评估符合出院标准 截至1月29日24时 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 自治区、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7711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124例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